您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今天想问您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一流的人如何拥有动态稳定力》 作者是布莱德·史托伯格 他从事健康、幸福与永续卓越的研究和写作 是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也担任企业的高阶主管、创业家、医生和运动员的教练 协助其提升心智能力与个人的整体福祉 今天我们书摘的内容是 费德勒伟大的秘密 就是坚持核心价值 但是绝不抗拒改变 人生中有太多事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你可以掌控的 那就是你的核心价值 它代表你最基本的信念与指导原则 是你最重视的属性与特质 像是真实、同在、健康、社群、灵性、关系、知性、创造、责任与值得信赖 在人生中相对稳定的时期 核心价值会发挥内在仪表版的作用 把你的某些特点变得具体明确 来支持你活得更开心、有更好的表现 在改变、失序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核心价值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你觉得心理很不踏实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你可以问你自己 我该如何朝着我的核心价值前进 如果情况不允许你这么做 你可以思考 我该如何保护我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具有可转移性 那代表你几乎可以在任何情境下 实践你的核心价值 因此你的核心价值 能在你经历变化的过程中 成为稳定的力量 形成坚韧的界限 让你的自我概念在里面流动于眼镜 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的价值观夺走 还有灵活弹性的力量 在研究与形成动态稳定力理论的数十年间 学者史特林一直观察到相同的模式 那就是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有机体 才能够长期保持健康 而且拥有复原力 但是这些有机体不是随机办到的 而是顺着他们最重要的特色与需求办到的 费德勒 这位史上最伟大的男子网球运动员 他曾经赢得103个单打奖项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他的职业运动生涯比别人长许多 许多网球运动员在20岁后期达到事业高峰 但是费德勒到了30多岁依然活跃在职业网谈 不过他的路径并非总是直线前进 在2013到2016年间 30岁出头的费德勒多次受伤 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型赛事赢得单打冠军头衔 然而奇妙的是发生了 2017年36岁的费德勒打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球技 是他的职业运动生涯中表现最好的一个球技 他赢了54场比赛 只输了5场比赛 费德勒这次的东山再起 以及比别人更长寿的职业生涯 可以归功于两个因素 第一 他对网球的热爱 以及他对竞争和卓越的竭力追求 第二 他拥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适应能力 一般人到了直涯的某个时间点 就会开始抗拒改变 他们喜欢用惯用的方式做事 而费德勒不是一般人 当他在2013到2016年之间陷入低潮 他做了几个重大的改变 他减少练球的时间和比赛的次数 让自己在大型赛事之间 更能够专心休息和复原 他经常往前节级 这可以缩短击球的时间 当他遇上比他年轻很多的对手的时候 他可以不需要一直在底线来回奔跑 他学会用单手反手拍 打出强而有力的上旋球 一方面保存体力 一方面为他的对手纳戴尔 制造了各种麻烦 他也愿意接受新科技 放下他用了很多年的球拍 改用其他年轻选手使用的球拍 那种球拍采用了更进步的设计技术 费德勒一直保有他的核心价值 追求竞争和卓越 对网球的热爱也从不减弱 但是岁月不饶人 当他的体力无可避免地开始衰退 他就开始改变练习的方式 他说 你可以靠着固执而成功 也可以稍微退让 调整自己 对我来说 我需要两者兼具 以上书斋 斋子一流的人 如何拥有动态稳定力 由天下杂志出版 你常常在开会报告 或者是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感到压力很大吗 说话没有自信该怎么办呢 我是声音教练 魏时芬 邀请大家每天用短短的三分钟 跟着我一起练习一百天 让声音从毫无说服力 到只要一开口 就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 轻松掌握声音要领 现在在Podcast 就能够随时开始学习 欢迎大家点击 资讯栏的连结 订阅 一百天声音练习频道